警長,昨天晚上的三立背不去,目前狀況是怎麼樣? 現在衛生局這邊大致上初步的疫調已經有做出來 那相關的人員已經匡列隔離,也做了採檢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等這些結果 那至於疫調的這些相關分析,指揮中心他們會有統一的說法 中立跟觀音分別有一個確診者 那是不是代表有兩條以上的傳播鏈發生? 應該是不能這麼說吧,那只是他的居住地 那至於說這個所謂的傳播鏈,那我們當然還是要進一步釐清 那就像昨天我所講的,他們現在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徵 譬如說他都是清潔工,他都是在二行下工作,都是夜班 那就根據這些線索,我們再去找可能的感染源 那感染的途徑,這樣子 那現在衛生局還有新證的案例嗎?就是包含這8名以外的 目前是沒有,我目前是,我與我所知道的資訊是沒有 相關,目前也沒有 其中有一位確診者,他CT值33.8,是不是代表他其實是最早感染? 還是可能有其他的隱藏的感染者? 我想這個都要再經過二採,那二採之後看他的這個CT值的變化 如果他的CT值是這個往下掉,那表示說他是剛剛才感染 當然是如果說他是維持在很高,那所以就可能是他感染已經有久了 這個是判斷的標準,這樣子 今天這三名的清潔員都是坐在交通車的右側嗎? 現在今天這三位的話,我還沒有他的這個座位表 那我想因為他們的這個座位可能跟實際上的這個座位表可能有點出入 所以我想因為風險現在已經沒有辦法用這樣子來辨識 我想所以我就說昨天做一個比較大規模的這個匡列的這個動作,去鋸隔這樣子 就像順者和之前確診的那個清潔員,他們是有做同班的還是他們都是不同班的? 也有有同班的,那有一些還在查證中 有一位我確定他是跟原來那個線路是一樣的 另外兩位是另外一條線,那但是是不是有混搭的情形,我要再詳細的了解一下 那麼陶肌採檢站這邊,這邊會今天會新增一些防疫的措施嗎? 陶肌採檢站? 對 採檢,你是說在這裡的採檢站 對,那個醫護可能會穿什麼新的防護衣? 我想採檢的部分,他們醫護本來就是有這個最高等級的防護 這個是一定會持續做下去的 動線的部分? 動線,我有看過他們採檢的部分 這個目前我想沒有特別需要調整的地方 機場隔有會人這麼多照片出來看到這麼多人 這邊你掌握追溯回來的狀況如何? 會不會有人找不到呢? 第一個部分是說,這個是當然也是衛生局在進行的工作之一 我想首先要確認說這個 我們的確認者到底有沒有那裡的足跡,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如果假設有的話 那麼我想最好的方法還是要靠這個社區採檢站 讓這個有參加的人,那有這個足跡的人趕快回來採檢 或者是有症狀的時候趕快回來採檢 我想這個是最有效的方法 機場剛剛有人說上下班的時候都擔心自己有染源特別來到採檢站 那現在他們怎麼加長自己在機場這邊的安全? 我想最主要還是要把這個口罩戴好,清洗手,保持社交距離 我想這些都是最基本的事情,最基本的事情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當然疫苗沒有打足的,一定要打足 請問一下,請請問我們今天的重點工作會發生哪一些? 我們昨天三立本土斷斷的時候是不是有一些作為 那未來幾天作為可以 車隊還有一些我們的清潔的人員還有陶機相關的人員 他的這個健康監測的情形還有後續採檢的安排 也就是在人員管理部分,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根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他的相關可能的傳播的這些途徑 那我們做一些流程的修正或者硬體的改善 那這兩個重點 那再去配合上這個桃園衛生局這邊相關的疫調的結果 那我們做一些這個協調 那大致上大概工作是這些 1月8號說要全員PCR採檢 你倒是也是在機場內部嗎? 1月8號 那個是我們針對清潔公司的所有的員工 因為現在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的事件比較確診比較多的是 在這個清潔公司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想他們的這個檢驗可能要比較密集 比較平凡一點 清潔公司信實企業的部分 現在就你們了解 轉來說800多人今天的PCR會結果會陸續出來 已經都出來了 全部都出來了 就除了這7個人之外 對其他是陰性 對 是好 謝謝 謝謝